对事物产生幻想 并从中汲取灵感 消融自我与外在的界限 将绘画视为围观 与聚焦自我内心过程的衍生物 尝试选择以一物为题 结合自身与该特定物间情感投射 借由自我根本想法 也就是主观意识 作为陈述方式 以物欲知 人们在感知事物时 常以生命经验作为连结 有凭有据地去猜测 因此 看似符号与象征意义的这种暧昧构成 经常成为制作上找回体验的直观途径 陈琴文着迷于对事物所产生的幻想 并从中汲取灵感 从身外之物 找寻相似的阅读模式 消融自我与外在的界限 我们经常忘记自己是灵魂与血肉之躯 当欲望涌出时 也许将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希望 身为一个慢性病患 因为长期接受药物治疗 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有时会伴随着失眠 幻觉或是很真实的梦境 这些场景会因为药物的影响 而变得非常真实又可怕 陈琴文将创作视为一种疗伤 虽然作品呈现的模样 看似梦幻又带点童趣 他希望借由这样的表达方式 能够舒缓内心的恐惧不安 透过影会的方式与观众共鸣 时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